在这个辅音因素之中 大家应该听我提到过一个概念 叫做轻辅音和浊辅音 那么法语的辅音因素 都是分成这两种 分成轻辅音和浊辅音 我们来看这一课要学习的下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辅音 这个辅音是 这个同样是一个摩擦音 发这个辅音辅的时候 希望大家注意 上牙齿要咬着下嘴唇 请大家跟我读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一课需要掌握哪些语音知识 刚才在我们读语音的时候 大家应该发现 我们提到过一个概念 叫做轻辅音或者浊辅音 那么轻辅音的特点是 发音的时候声带是不振动的 例如我们学过的这几个辅音 都是轻辅音 而左辅音和轻辅音正要相反 发音的时候声带必须要强烈的震动 例如我们学过的这几个辅音 在法语里面 轻辅音和左辅音经常是成对出现的 希望大家多做对比练习 我们在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二个语音概念 叫做节奏组 那么法语的句子都可以按照意义和语法结构 分成几个节奏组 节奏组的主体一般是识词 比如说名词 动词或者形容词 那么虚词 比如说贯词 连词 借词 它是不能成为节奏组的主体的 了解了节奏组之后 希望大家注意 每一个节奏组之中 只能有一个重音 那么这个重音应该出现在 节奏组的最后一个音节 而节奏组的其他登词 就不再保留原来存没的重音了 例如在节奏组 O cinema之中 这个重音只出现在 最后一个音节 Ma上面 这个Ma上面才有重音 前面的O就不出现重音了 我们在这一课要了解的 最后一个语音现象 叫做连诵 连诵现象 是法语特有的一种语音现象 出现连诵现象的条件 是在同一个节奏组里面 如果前一个单词 以不发音的辅音字母结尾 而后一个单词 正好又以原音字母开头 或者哑音二十开头的话 那么前一个单词词末的 本来不发音的这个辅音字母 应该跟后面这个单词 的此首原音字母 拼起来发音 构成一个音节 例如 Comment ça l'est vous 这句话 Comment词尾的 对本来是不发音的 但是 后面有动词 A l'est 后面这个动词 A l'est的词首 正好又是原音字母 A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本来不发音的 这个字母 对应该跟 后面的A l'est 拼起来 变成一个音节 所以这句话 我们读出来是 Comment d'a l'est vous 而不是 Comment a l'est vous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 7h30 ce soir à l'entrée du cinéma Daccord Entendu 接下来我们学习 动画中出现的声词 这一刻出现的 第一个声词 叫做 Geske Geske 一般用在 一问句里面 它的意思就是 什么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Geske se Geske se 就是这是什么 还有 Geske du se Geske vous faites 问的是 您或者您 在干什么 第二个单词 Hein Hein Hein的含义是 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 那么Hein 这个词 一般总是跟 N 连在一起用 放在动词的前后 第三个单词 是动词 Trévoir Trévoir的意思是 预见 预测 第四个单词 是D D是一个 足语人称代词 注意在一句话里面 只能做足语 那么D是第二 人称单数的 足语人称代词 也就是说D 这意思就是你 但是要注意 只有在做足语的时候 你才能用D 如果是做宾语 或者做一句话的 其他成分 这个你 就不能用D 好 下面一个动词 是动词Vouloir 动词Vouloir的含义是 想 愿意 那么Vouloir这个动词 的用法 后面一般是加 动词的不定式 比如说 Je veux Tabai 我愿意工作 我想工作 Vouloir后面 也可以加名词 比如说 Je veux Un café 我想要一杯咖啡 加动词 加名词 都可以作为它的宾语 下面一个是动词 Ale Ale的意思是去 到某个地方去 Ale这个动词 是不能加宾语的 只能加地点状语 例如Ale au cinema 去电影院 下面一个是 一问形容词 Gel Gel的意思是 什么 那么Gel 后面必须得加一个名词 Gel和其他的形容词一样 它必须 跟它后面的形容词 有性数配合 注意 Gel的音性形式 需要双写Al 然后再在词里加A 下面一个单词 是名词 Celme 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 是比较特殊的 按照法语的语音规则 M 这种辅音字母 在词里 本来应该是不发音的 但是在这个单词里面 Celme 这个单词里面 M在词里 它也得发音 下面是一个句型 Se Se的意思是 这是 Se后面 既可以加人 也可以加物 例如 Se Pierre 它的意思就是 这是 Pier 如果你说 Se du not double 那就是 这是一张桌子 人和物 都可以放在 在后面 下面是 形容词Nouveau 注意这个形容词的 意思不是很复杂 Nouveau的意思是新的 但是Nouveau的特点是 它的性数变化 比较特殊 Nouveau的音性 变成Nouvelle Nouveau的负数 阳性负数 Nouveau加X 音性负数 是Nouvelle 后面加S 除此之外 Nouveau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阳性单数 有两种形式 除了我们刚才学的 Nouveau之外 还有一种 Nouvelle Elle结尾的 Nouvelle 这个Nouvelle 只能用在 阳性单数 同时又是 原音字母 或者雅音 阿什开头的 名词前面 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Trancet Trancet的意思是 法国的 Trancet的音性 要读Trancet字 下面一个是 借词Dang Dang的意思是 在什么东西的里面 在什么东西的内部 是一个表示 方类的借词 下面是 Le Cinéma Libération Le Cinéma Libération 是一个电影院的名字 叫做解丧电影院 Cinéma 就是电影院的意思 Libération 是它的名字 当然 如果这个电影院 不叫Libération 叫其他的名字的话 我们就把Libération 换成其他的词了 下面一个是名词 Rendez-vous Rendez-vous的意思是 约会 Rendez-vous前面 可以加不同的动词 例如Avoir Rendez-vous 它的意思就是 有约会 Pantre Rendez-vous 它的意思就是 定约会 下面是一个数词 这个数词是 Set Cinéma 感谢观看